科技相关股依然是短期资金焦点,瑞星科技02018近期宣布,为旗下光学业务引入小米01810,OPPO等4名战略投资者,融资11.5亿元人民币,投资方共取得9.58%股权。 这次集资,最重要是确认其光学业务、技术及质量,为主要手机品牌所认同,而瑞星的未来增长点预期来自光学业务。 这个催化因素仍可支持股价表现,股价以消化首季营修表现,瑞星科技公布第一季度业绩,首季利润5270.4万人民币。 当年下跌87.8%,毛利8.23亿人民币,下跌27.1%,毛利率继续受压,下降7个百分点至23.1%. 由于瑞星科技早前已发刑警,市场已预料期第一季业绩受新冠肺炎影响而转差,反而憧憬内地复工复产,以及聚焦瑞星的光学新业务增长。 次季业务发展值得憧憬。 瑞星科技管理曾相信美国对华为的进一步限制。 对未来9-12个月中国推出5G及5G智能手机的影响有限。 对瑞星的影响主要是精密结构建业务,第二季各业务市场的需求。 良率及毛利率当季有所改善,塑胶镜头产量有望在今年5月及第三季达到6000万及1亿件。 有信心光学业务毛利率第二季可达30%的目标。 此外,全球耳机升级潮有望带动收入增长。 无线蓝牙耳机的热潮也是收入亮点。 因此,经过两年的业务低潮及发展光学业务, 瑞星占有条件走出低迷。 市场也是时候重新评估其最新状况。 股价有望反复向好,建议58港元吸纳。 目标价为70元,指涉为53元。 发展非常棒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社会的观众官司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官司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